我云里逞掉 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衣 我們以往做很多買樓投資 看樓的影片 但我們在投資界裡 從來都沒有說過 究竟車位的投資會是怎樣 是不是真的幾十萬一個車位 又可以博它升值又可以收租呢 另外真的決定了投資車位 那究竟選車位有什麼要注意呢 我覺得大家投資車位之前 都可以聽一下這條影片的一個小小的分析 小小的懶人包 好了 記住了 當然不是鼓吹大家盲目了投資 做任何投資決定之前 一定要做足功課的 如果大家都對這些投資類的影片有興趣 記得Subscribe你的YouTube Channel 然後按下旁邊的鐘仔 那下個星期的影片你就一定會錯的 好 如果你想了解多一點的話 我們一起聽聽吧 好了 你去買車位之前 很多人都會擔心 是不是要一筆過的 究竟是要怎樣給的 其實現在做車位的按揭 是最多可以做到五成 而按揭的年期可以做到十五年的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一層樓 揹在新的話 那你按揭最多可以做四成 那這件事大家就要注意了 另外 投資車位的優勢 就是它入場門量比較低 你不用動一下就要花幾百萬 或者過千萬去做一個投資 便宜起來 就是我現在說到 因為很多APP都可以搜尋一下 如果即時買賣車位有些什麼 車位的盤可以選擇 你都會看到 幾十萬 至到三百多萬 現在都有的 即是說 車位這個投資就是小小容易吃 又不需要擔心管理費太貴 又不需要擔心好像房子一樣 你租給別人 住完之後又要等十幾十萬去翻身 那不需要擔心折舊 還有管理容易打理 另外 另外投資車位呢 都吸引一眾投資者的原因 就是它欠租的情況是比較少些的 如果你有間房子 然後你租出去 很多時候你經濟不好 你租一下欠租 或者遇到租吧 都有的 但是車位呢 如果它一欠租的話 其實你打電話去管理署那裡 就已經是不可以進入大門口 其實它欠租的情況會比較低些 還有我很多時候聽過 就是譬如 如果你想搭配一個比較漂亮的租金 當你租車位的時候 就是幾千元一個月 他可能都會 不如我一次割備一年 那不需要特別擔心 它欠租的情況 好了 最後一點 為什麼車位值得投資呢 就是因為 始終香港地很少 但是車和人就很多 其實總有一個需求在 但是呢 我們選擇 你究竟我們投資哪個區分的車位 還有怎樣選擇一個 有升值潛力的車位呢 那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好了 如果你打算實戰 真的要投資一個車位 那你選擇車位呢 有些什麼的注意點 你要去真的 Pay attention 第一點就是 你要了解你區內的車位的競爭 譬如我朋友 他是住中環的半山區 他的車位競爭是非常之激烈的 他一個車位 月租是6千多元 直接好像租一間小的studio 譬如北角半山 你租的車位大概都是3千多元的時候 你想想是欠多遠呢 所以呢 供求關係 也都真的會影響到你 做這個投資的回報的比率 非常之建議大家 真的譬如 如果你想看某幾個區的一些車位的話 真的要實地考察一下 看看 喂 究竟它的區分是怎樣的 附近有沒有爛地 一旦有爛地就好容易有一些露天停車場 因為露天停車場 一向都比較便宜 好像在Megabox旁邊 都會有一些露天的爛地停車場 月租都可能是千多兩千元就搞定 但如果你真的要拍進去裡面的話 又會變回三四千元 那就真的你要去實地考察一下 還有看回車位的區內的競爭 好了 第二點 如果你分析完你的區內的車位競爭 你就要看一下 咦 它的住宅的住戶的類型是什麼 例如你那區有很多很小的單位 或者是入門級的 可能是200呎 或者是300呎 很多那些年輕夫婦住 或者是單身的貴族住 那他們對於車位的需求 就相對來說比較少 但你說不是的 如果有些屋遠 四五百呎 三房 比較多些 很適合一些小家庭 那你就會覺得 駕駛家庭車 或者整個family 出動的機會就會大 而有些家庭 也都可以在一個family 有多過一輛車的 所以 也都會直接影響到你 那區的區份 咦 究竟多不多人開車 就算我真的買了車位 究竟多不多人租的 好了 另外如果你選擇一個屋遠 距離一些鐵路站 或者交通的配套 不是說這麼充裕的話 或者出入 只是靠一些村巴的出入 你開私家車的需求 就會更大 因為住村屋那些 或者你住西貢那些 駕駛家庭的方便 不用等村巴 就算你等到小車 等到小巴 你都未必能上去 所以駕駛私家車 情況也會大增 所以第二點就是 你選擇區份的時候 你都會分析區 住戶類型的分部 是怎樣的呢 好了第三點 當你真的 找到你心儀的區份 心儀的車位 你都要注意一下 你看那個屋遠的車位 是否容許非住戶 進行買賣 或者是租用的 建議你真的選擇了你的心儀的車位 你向那個屋遠的物業管理處 索取一個大廈的公契 看看裡面的條款是怎樣的 又或者你可以去土地註冊處 去付費 來看這個大廈的公契 你就會知道 究竟車位可不可以 給非住戶的購買 或者租用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了 搞定以上三點了 你就可以真的實地考察一下那個車位 幾件事你要注意 第一件事就是 上面有沒有一些鹹水管 以前呢 我有的車 上面那些鹹水管 就滴了一些鹹水下來 日漬月淚底下 那個車真的會腐蝕 那些油漆 那些塗層 是真的會有少少變白了 或者變白點的 那這件事就真的要注意 第二件事就是 你的車位旁邊 有沒有儲位 嚴易拍到七人車 還有就是 駛進來的時候 哇 會不會那些彎位又很窄啊 那就真的要注意 因為那些彎位的角角落落 是很容易開花的車的 那你實地考察車位的時候 你最好呢 大鼻一位呢 就是有車牌的朋友 那他都很熟習那些 就是泊車啊那些 因為我駕車是OK 但我泊車真的差的 其實我泊車是 那他可以多給你一點點意見 究竟 你的車夠不夠入 易不易出 就是問多個朋友的意見 好啦 最後一點我覺得要注意 就是現在電動車越來越普及 那你買了的車位 你也是想租出去 當是一個小投資 那如果是開開Tesla 或者開開其他電動車的 你都不能充電的 那他就不會租了 你也要檢查一下那個屋苑 還有那個業主略案法團 究竟會不會有意欲去加裝啊 又或者是 如果那個屋苑真的有電動車 那些車位是會拍在哪的 那如果你投資過車位 是可以幫電動車充電的話 那當然是正啦 好啦 如果你問我意見 那值不值得投資呢 就是我自己如果我有錢的話 我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會投資樓先啦 因為那個磚頭 始終我個人覺得 是會比較穩陣一點的 那如果你說 不是喔 真的車位你不用說折舊啊 又不用說 要租出的時候又要再翻身啊 就是散開很多麻煩的喔 那我覺得如果有空閒錢 都不妨可以做多些功課 然後再去參加一下的 就是我拍這條影片之前一晚呢 我都有上過那些APP 看看究竟現在 多不多一個車位放盤啦 其實都有的 在港島區來講 那不一定港島區 因為港島區我自己比較熟一點啦 都是那句啦 做任何投資之前 一定要做足功課先啦 還有真是 力不倒不為才啦 真是要自己去到實地考察一下 就是了解多一點先啦 那就不要盲目覺得 哇 車位 其實萬八來萬就有一個了喔 一國風就去投資啦 那到時呢 就有機會得不償失的啦 那好啦 今天我們這條影片呢 分享一下就這麼多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呢 就like這條影片 然後share my share 給你的朋友聽 原來 哇 在中環現在做一個車位 六千多元 就是等於可能在旺角啊 或者是一些 佐敦地區做一個套房的價錢 車位真的貴 好啦 我們今天這條影片就是這麼多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